HELLO 大家好,這裡是XP GGTECH,我是TECHRIS 繼上次介紹一個Series超高的TT-BH-052之後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另外一款真無線藍牙耳機 喜歡重低音的朋友們可以好好關注一下這個耳機 在介紹之前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今天要介紹的這個耳機叫做磨焰Saban E12 它也是一個入耳式的耳機,它是真無線藍牙的 它就是兩個耳機的本體 直接打開包廂的話你可以看到它的包裝裡面有耳機充電盒 然後一打開還有看到有不同類型的耳機塞 那在裡面的盒子裡面還有附贈一個USB Type-C的充電線 裡面還有附贈一個裝耳機盒的袋子 它附贈的耳塞還有分不同的材質還有不同的大小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配戴狀況去做調整 如果原本附贈在耳機上的耳塞如果戴不緊的話 你就可以一個一個換去換到可以適合你的耳塞為止 這個充電盒本身有750毫安培 那耳機本身有60毫安培 耳機可以連續播放差不多約6個小時 充電的話耳機如果0到100的話 大概充一個小時就可以完全充飽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個充電盒還可以支援無線充電 如果你有無線充電板的話直接放在上面就可以直接充電了 這個耳機的配對方式很簡單 就是放到充電盒拿出來之後它就會閃紅燈 那你的手機或者智慧型手錶就可以接收到訊號 這時候就可以直接連線 之後如果要使用的話就是從充電盒拿出來 它就自動配對它速度很快 這是一個很普遍很直覺式的使用方式 這款藍牙耳機它是使用藍牙5.0 然後連線非常非常穩定 那理論上的話這個使用距離是可以到100公尺的 100公尺以內基本上都是穩定連線 那說這麼多音質到底聽起來怎麼樣呢 那我這邊就直接用簡單的收音來給你們聽看看 我這邊用這個簡單的mini mic 來稍微收音一下這個耳機的音質 這個就是E12 用這個mini mic來稍微收音一下 當然這個音質當然不會跟你實際聽到的是一樣的 你從這個收音上面就可以聽到它的低音很渾厚 中高音的話其實也還蠻不錯的 這個耳機E12它的價位差不多約2000多塊台幣 那它的CV值很高 如果你是喜歡這種低音耳機的話 這款你可以嘗試看看 因為它的低音非常不錯 價位沒有超過3000塊 這款耳機有非常多顏色可以選 那我今天拿到這個版本是煙灰青 其他顏色的相關連結我會放在資訊欄裡面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它耳機上的按鍵有非常多的使用方法 譬如說像點擊一下就是暫停跟播放 點兩下右耳就是增加音量 那左耳就是點兩下減少音量 左耳點三下就是換上一首 那大家在挑選耳機的時候 當然就是比較在乎音質還有外型 這款的音質非常非常不錯 它的外型也蠻耐看的 重點是這個耳機的外型 它是符合人耳的耳闊 那戴起來也非常舒服 它不會很卡或是很重 所以我對這款耳機的印象很好 在價位2000多的增無線藍牙耳機 這款是真的非常非常不錯 大家可以去試訂看看 或者是買來試用看看 防水等級的話是IPX5 所以基本的防撥水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它佩戴起來的感覺大概是這樣 所以它不會有太大的突出物 它是蠻符合人耳的 也不會很重 然後它整個耳機的機型是採用鏡面的 那它所有的操作都可以按這個按鈕 所以是非常方便 它連線也非常快 它重點是這個充電盒 也還有現在AirPods沒有無線充電的功能 所以充電很快 然後它的介面也是USB Type-C的充電孔 所以很多充電線其實是會共用的 那如果加上這個充電盒的話 總共大概可以使用30個小時 那只有耳機本身 用到沒電的話大概是6個小時 所以是非常非常夠用的 好啦影片大概就到這邊啦 那希望這個影片可以幫到你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評測 或是產品開箱的話 那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知道 那我是TechChris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